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易娱乐剧港媒报道 台湾女星亦能竟在台湾出席慈善活动 亦能竟在家后担下女儿小美丽 现实专心在家过着家庭嘱咐生活 相夫叫子 曾带女儿亮相节目妈妈是超人 被披荐女儿赚钱 亦能竟现实希望女儿有平凡的童年生活 未来不会再让小美丽上节目 她还透露与前夫与成庆也有协议 不能让儿子出境 因而 子在求学阶段 没有事情比读书重要 亦能竟幼稚女儿相当忘妇 老公秦浩工作接踵而来 忙过不停 分享 在相关阅读 郑爽恭喜马天宇杀青 下部期要和他演母子10月18日凌晨 郑爽晒聊天截图 恭喜好朋友马天宇新戏杀青 还说下部期要和他演母子 据悉 两人自从一起拍过股见其谈后 就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经常互相探断 粉丝对此也喜欢乐见 大赞她们的友谊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女星小Angela Baby 惊传赤裸 坠楼网友小Angela Baby 支撑的大陆女星日交 本周初被发现赤裸坠楼 是适于姑所一间酒店的草丛 曾有烟讯 称她死前 曾进入一名当红蓝星杨绪文房间 警方暂未就此事情发布细节 但网友热议 有只是警或涉吸毒 或忍交患抑郁症 忍交爸爸妈妈则透过有人呼吁各界不要忘自顾策 望警方查明真相还女儿洁白 据香港明报网 现年24岁的忍交 近年曾出演钟魁扶魔 雪妖魔灵 深夜叫你别回头 恐惧僵硬等多部电影 已曾在电视综艺节目奔跑把兄弟担任嘉宾 多名与任交熟悉的女演员及导演 均证明女发死讯 其友人王心尧在微博表明不舍知情 直指不相信你会跳楼 不相信你会自杀 直指两边已相约带任交与其母旅行后再团聚 并称不想你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 据了解 任交并非住在该酒店 而她被罚 现实全身赤裸 陈世故做一进酒店的草丛 网传有毕露电视片段显现 她最终显身时 与一名当红男演员在一起 当时两边拿着东西 有说有笑抵达南方房间 一有传发现尸身并报警者 为一名剧组司机 并指此事情或设吸毒 或女方患有意欲重死杀 令网上一封传疑似死者尸身 被发现时的相片 但真伪未明 又自称任交爸爸妈妈有人的网友指 已联络死者爸爸妈妈 两老居期望带警方厘清事情 还女儿洁白 呼吁外界不要妄自猜测死因 让女儿离世不安宁 不少网民对任交如此年轻事事大表惋惜 期望提前水落石出 也有人质疑事前从未听闻死者患有抑郁症 怀疑是事后有人用意推脱作为死者试试忌口 反计谁会脱光衣服再去跳楼呢 传言满天飞 胡歌轻后回复 大家慢慢习惯就好了男星 胡歌前阵子传言不断 又是重庆买房 又是与前女友复合等等 逼得生意公司不断发声明为他辟谣 18日晚间他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 爽性自己面临媒体 一次把话说清楚 针对不久前 有网友目睹胡歌在重庆买房仪式 他说房子是好几年前买的 一向没有收 我只是去收房 他还说 正本计划一路去重击到四川色 打庆祝35岁生日 没 想到行程曝光后 一路上被民众拦下合照 乘过连摩托车都只好先运走 许多人等我路过 我就想了个小小的方法 制作了一个脱离的假象 至于有传言说他前阵子出国读书 是为爱陪读 又指他与前女友薛嘉宁复合 胡歌说 这种风文许多 我们慢慢习气就好了 也有媒体问道 为什么不接眼狼牙网二 胡歌答复 由于他扮演的人物没长苏 在狼牙网现已脱离了 如果我在演其他人物 观众会无法进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